欢迎来到中年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有种魄力叫热巴上你好星期六 全员平底鞋 只有他例外 迪丽热巴以其清纯的外貌和出色的演技而备受关注 他的容颜如同一缕清风 透着一股纯真与灵气 他那双清澈的大眼睛 仿佛能够倾听世界万物的声音 令人为之倾倒 加之他高挑戏长的身材和优雅的气质 使得他成为众多观众心目中的女神 迪丽热巴的演技更是毋庸置疑 他在演艺事业的起步阶段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他通过不断努力和勤奋学习 提升了自己的演技水平 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 他能够将不同性格与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令人信服 无论是剧中饰演的坚强女性 还是可爱天真的少女 他都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的深入浅出 除了演技出色 迪丽热巴还具备一定的音乐才华 他在娱乐圈中也以歌手的身份活跃着 他的声音纯净而富有穿透力 搭配上他灵动的舞台表演 让人们为之沉醉 他发布的歌曲不仅风靡了大江南北 还引发了无数粉丝的狂热追捧 迪丽热巴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卓越的成就 他也积极参与活动活动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 他关注教育、环保等领域 积极为弱势群体发声 并向社会传递关爱和温暖 他的善心行动赢得了许多赞誉和赞扬 使他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演员兼活动使者 迪丽热巴的努力和拼搏是他成就的关键 他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断超越自我、勇敢面对挑战 他展现了年轻一代的活力与创造力 成为了许多青少年追求的榜样和偶像 迪丽热巴以他独特的魅力 和才华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他的名字如今已经闪耀在娱乐圈的巅峰 他也因此成为了我们内地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 迪丽热巴会继续发光不适 在演艺事业的道路上展现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如今,当谈及最受瞩目的女演员时 热巴Riba的名字无疑是人们口中最常提起的 他已经出道多年 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位顶尖的偶像明星 并且一直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 除了专注于拍戏 他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唯有在宣传活动期间才会偶尔露面 然而,最近我们终于迎来了他 在你好星期六节目中的露脸 作为备受关注的热门综艺节目 你好星期六之所以能邀请到 热巴并不令人意外 节目中有他熟悉的合作伙伴和老师 这使得他相对更加轻松自在 与此同时 节目组也对他相当照顾 在这个特殊场合 全体工作人员都穿着舒适的平底鞋 而热巴则是唯一的例外 不论是主持人还是其他嘉宾 每个人都选择了平底鞋 这样更加方便应对节目中的各种游戏环节 但是热巴却坚持穿着高跟凉鞋 搭配他的裙子 展现出他高挑优雅的气质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不得不说 大家对他真的十分体贴照顾 然而 在随后的节目过程中 热巴最终还是换上了平底鞋 这表明他为了开场亮相时的美观着想 特意搭配了一双平底鞋 实际上 我们也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毕竟 他是此期节目的主要嘉宾 再加上他所穿的裙子 如果选择平底鞋 确实会有些不协调 否则 以热巴那大大咧咧的性格 他也不会太在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